到底有没有把手伸进去金华城跟北市科呢 我们来看他目前的最新进度 在今天早上呢 柯文哲是第四度的提讯 而在昨天呢 彭震生也是第四度的提讯 主要就是要来厘清 到底柯文哲有没有把手伸进去柯 这个金华城里头 而现在呢 关于金华城的调查会议记录 现在也po上了网路 大家呢可以自己去找一下猫腻 当一下柯南看看有没有问题所在 而今天我们告诉你的整篇的重点 最新的就是 有人说柯文哲似乎呢 很早时间就已经把手伸到了金华城 这故事有点长 帮大家解释一下 当时呢金华城的用地呢 他从工业用地要转为商业用地 当时他的容积率只拿到392% 那他们想要提升到560% 不过当时的市长呢是郝龙斌 郝龙斌说这样是不准的 因为你们不合乎规则 那么等到了柯文哲上来之后呢 时间点就来到了2017年 当时监察院大概在七八月的时候呢 他反倒是查了一下 然后告诉大家 说金华城的容积率呢 其实应该是在560% 那当时的北市府的这个都发局呢 已是尊重 所以呢就给了金华城560% 但时间点来咯 柯文哲早在监察院提出这560%的容积率之前 就已经指示都发局直接用行政处分 上网公告金华城容积率 等于是当时监察院都还没有很确定说 好金华城你可以用560% 那柯文哲就已经抢先一步 要用行政处分上网去公告 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就是因为这一点人家就讲了 那你柯文哲是不是很早之前 就已经把手伸到了金华城 特别的来关切 对此他的前幕僚吴静怡怎么讲 现在呢办超次案的检察官呢 是之前办金华城病案的检察官 那现在跑去办淡了 那是不是让人觉得金华城这个案子 已经差不多告了一个段落 最开始要去梳理第一阶段的时间脉 前几天不是报道吗 说沈青津的这个司机呢 有一些爆料等等 说沈青津跟什么女名嘴开房 还有什么咪 什么印等等 所以是不是开启了司机恩仇怒的案外案 同时他也要提醒民众党 徒利就是贪污重罪 所以他觉得还我清白 这四个字还适用在柯文哲身上吗 民众党是不是害怕想起来 徒利就是贪污重罪 难道茶无金流就是清白吗 这是吴静怡的脸书最新发文 那么民众党的议员呢 张和树日前上节目的时候呢 也被问到 他说那你敢不敢用你的发誓 为柯文哲来占清白呢 那张和树啦 他是讲说啦 我们怎么可能会用政治生命 来去跟他拼这个 但前提是啦 张和树还是认为 柯文哲是不可能拿钱的 好 这是金华城案的部分 而这个游淑惠呢 又在爆料 关于北市科 A17 18这两块地 当时的一些情况 他说呢 他在2021年 咨询了产发局长林崇杰 那就指引了当年的林崇杰呢 就企图隐瞒 只有星光来投标的事实 因为当时他就不惯怎么问 他说那这两块地 到底有多少人来投标呢 当时林崇杰告诉他 哦 各有一家 但其实所谓的各有一家 就是不管是A7 A啊 T17还是T18 其实就是星光 就这么一家把它包起来 但是呢 林崇杰他就用话术的意思 各有一家 那你最一家的情况之下 你怎么去比价呢 就没得可以比嘛 所以游淑惠就讲了 所以柯市府呢 是想在柯文哲卸任之前 标出组产 所以不论价格是不是好的 就没得比价 那为什么当初你还不敢讲呢 就是他提出来的 有关于北市科的一些猫腻在里头 要给大家来做一个公评 好 那现在关于 金华城案跟北市科案的最新进展 又是如何 我们进一步来了解 紧追金华城闭案 北检第四度提讯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 但日前密集约谈前都发局长林周明 恐怕连前面金华城 百分之三百九十二到五百六 这一段容积率过程都有问题 台北市议员游淑会爆料 2017年五月市长室会议中 柯文哲就抢在监察院 纠正为百分之五百六之前就先插手 那里面又是独独缺了夜管副市长林青柔 这跟之前三场便当会的状况很类似 是刻意排除还是说巧合 从市长室会议记录决议提到 就金华城容积一亿案 请督发局就当年资料 参着各方意见 做成行政处分正式上网公告 还要求公告前先到市长室会议报告 有署惠爆料 他直接询问当年与会人士 做成行政处分就是要跳过都委会 直接要求都发局公告 金华城容积率要百分之五百六 回顾时间轴 2017年5月 柯文哲想先直接透过行政命令遭拒 接着8月监委刘德勋提审核意见 认定百分之五百六后 同月又爆出猪雅虎 给蔡壁如便签 接着沈金金会见林青蓉 林周明 要求五百六的容积率 跟十二萬平方楼地板面积 十二月底都委会才通過修订 他们早就心中有底五百六一定会过 我跟你讲人是这样 我给你问的时候 你还要迟一个三秒五秒 你如果没回答我 我就知道结果了 结果那天我就踢着他一下脚 说金华城你是有客吗 他妈最告诉我 你不要侮辱我 绝对没有 蔡壁如护航柯文哲 相信他绝没拿钱 但北俭再度提讯柯文哲 比对施案人证词 市政 看来已经准备着手结案 记者郭西洋 蔡壁王台北朝鲜报道 这一块呢 就是北市科的用地 先大家来了解 是T17跟18 到底柯文哲 有没有图力给星光人寿呢 台北市议员 简舒培就说 柯文哲他执意要 合并招商 但是最后呢 因为不断地流标 所以才改了条件 柯文哲不是长吗 他是上来就是要尊重专业 但是柯文哲呢 却不按照别人的建议 硬是要去做 这是否已经是 找好了特定投资人 简舒培认为 这根本就是一套剧本 柯文哲不是 号称自己是理性 科学 务实 最尊重专业吗 那为什么两家 前后两家在2015年 2019年分别规划的厂商 都建议柯文哲要分开招标 柯文哲在2019年 第一次招标北市科的时候 却决定合并招标 是不是柯文哲其实已经找到 他心目中的投资厂商 所以才会不顾专业的建议 把北市科合并招标 所以才导致两次流标之后 创造了两次流标的记录之后 再第三次才用分开招标 但同时绝标的方式 让有益投资的厂商 只能折一块地去投标 而那块地就是T16 所以T16总共有四家厂商去标 但同一日绝标 这些厂商除了星光人寿之外 没有人敢去投标其他两块 T17 T18到现在被质疑 它是建筑 就是柯文哲不尊重专业 不尊重这个评估的一个结果 那这里面其实是不是有更大一套的剧本在走 其实柯文哲如果一开始就尊重专业 分开招标 然后分开绝标 让其中一块土地先标 带动那个整个地方的产业 我们现在也不会建筑土地 那这一套剧本 让柯文哲这个合并 先选择合并招标 然后两次流标之后 让星光人寿在第三次招标的时候 可以便宜去取得T17跟T18的成租权 我觉得这套剧本真的是非常的高明 那让台北市库这个损失建筑了T17T18 但是星光人寿到现在 还把这两块土地放在那边掌草 当草原养小草 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的令人 非常愤怒跟生气 八成弊案遭到积压信件 检方在今天第四度的提训柯文哲 同时也在爆出 其实早在金华城获得最具正义的 20%荣基奖励之前 柯文哲早在2017年就插手 让新华城荣基率 从原本的392%变成了560% 市议员洪建议更说 从392到560再到840% 柯文哲全部都有介入 蔡碧如 黄珊珊是否也有介入呢 其实柯文哲今天又发现了 这个所谓的市长室的一个会议记录 我觉得不意外 在2017我发现的时候 是蔡碧如介入的时候 那当然那个时候是所谓的 7月底8月初 那看起来这个又是往前拉的一个时间 很清楚的柯文哲早期 当选的第一届市长了以后 那其实我相信 他一边说着刀叉吃人肉的财团 其实一边他跟着刀叉吃人肉的财团 一起在刀叉吃人肉 但也相信当时候只要有人要求见柯文哲 那要拜托柯文哲任何一个案子 柯文哲第一时间一定会说交给蔡碧如 交给蔡碧如 所以才有后面衍生出来 朱雅虎直接对蔡碧如 朱雅虎代表的威京集团 蔡碧如代表的市政府 那可见而知 我相信绝对不是一个个案 一定有很多案子都是同样的问题 那当然再足以证明 其实在2017甚至于更早之前 柯文哲已经跟威京集团早有联络了 从392到560 从560到840 其实柯文哲全部都有介入 甚至于还有其他的人 包含蔡碧如跟黄珊珊 是不是也有介入这个其中 议员简舒培表示 柯文哲为了威京集团的需求 所以把林周明跟林庆柔搬走 柯文哲所有的过程 绝对都非常的清楚 他也有签名盖章 但现在却摆烂 他认为说不过去 也呼吁不要再把责任 推给基层同仁 金华城的隆基 柯文哲从金华城争取560 到840所有的过程 柯文哲完全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从2017年现在已经曝光了 所谓的蔡姐的澄清书 然后到所谓的林周明的 这个专签的附件 其实在在的都显示 柯文哲在整个过程里面 其实是窒息的 而且柯文哲甚至在内签里面 其实是有签名的 所以都有签名 都有盖章 然后现在摆烂 说自己完全不晓得 我觉得这真的是说不过去 尤其那个专签里面 其实写得非常清楚 就是2017年8月18号 林周明 林青龙 跟所谓当时的副局长张刚为 有跟沈庆金 还有林青先生见面 他们的陈情内容 就是包含了 要保障560的桑山龙基之外 还要保障12万平方公尺的 楼地板面积 这些的陈情内容 都被当时的林周明局长 建议不予采纳 所以这些东西 柯文哲自己都专签 都亲签过 所以他绝对不会不晓得 他绝对不会不知道 这个金华城在争取到560之后 狮子大开口 要争取更多的这个事情 所以柯文哲跟民众党 不要再卸责 不要再推责 不要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给所有的都委会的委员 或者是这个底下的 都发局的同仁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赏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变换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您 呵护前家人 专属您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